農委會的農委會 謝謝主席,可不可以請農委會的陳主委 好,請陳主委 崑偉你好 陳主委,那個ACFAR已經通過了 那现在也看到很多我们大陆的采购团 都到台湾来采买 特别是我们大陆的什么那些领导 省委书记 省长 到我们台湾 采购我们台湾的农特产品 那我要请教一下 农鱼产品 请教一下原住民的农特产品 在这个ECFA签订之后 有没有具体的成果 跟委员报告 我们的18项的 找收清单 那就包括 这些产品 它是没有分说 是原住民 或者是客家 或者是名乃 但是产地是有分 你好不是说 到什么屏东的牡丹乡 三地门乡 到南头的仁爱信义乡 到信义乡买梅子 到仁爱乡买茶叶 有没有这样 好像我没有看到什么大陆的采购团 大陆的领导来这边 针对原住民的农特产品 有这个去买或者是干嘛的 原因是出在哪里 这个我不清楚 因为是他们的采购的意向 我们不清楚 但是你们也可以 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原住民 若原住民地区 我们也是以农为生 以农为生 道路不通 农路你们也不做 农路也不做 我们那些农特产品 怎么怎么销出来 然后在大陆卖 在台湾卖的话 中盘商 所以很多我们的农特产品 高雄桃园乡的梅子 全部打掉 用竹竿打掉 根本不用卖了嘛 因为你那高雄的假仙农会 他那个保证收购的价格 一公斤才六块还是八块 不符成本啊 所以我之前 我是有建议 请农委会这边 是不是可以定一个 原住民农业发展计划 对于产销方面 不管是对国内的 对大陆的市场 配合ECFA 你们应该要定这个计划 所以刚才廖国东委员 他讲的我也蛮赞成的 事实上我那个是几年前就已经在这里提了 如何配合ECFA 这样的一个通过 ECFA不要让我们原住民乡亲都认为说 那个是只照顾大的财团 纺织业 塑画业 这个什么那个水泥业 砂石业 针对我们原住民的这些 辛苦经营的这些我们的农特产品 我们靠那个维生的 有没有办法说照顾一下 第二个 跟委员报告 我们对原住民乡 这些农会 我们都可以补助他们 协助他们来办这些促销 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这些产品的发展 这些都可以做的 没有问题 两个农会 特别拜托一下 高雄县的甲仙农会 宜兰县的三星农会 是 你应该说 这个ECFA是怎么样 配合我们整个 两岸的这个ECFA的这样一个签订 应该是对我们农民是有利的 不是说偏遠地区的 我们原住民的 你就不照顾了 不会 比如这些比较偏遠的三地乡的我们还是一样啊 所有的农业发展计划 产销计划都是会照顾的 现在我们原住民乡间最需要我们农委会帮忙的 只有两项 只有两项 一个是农路 农路我真的拜托 现在研民会的农路经费要应付那些55个三地乡 就已经不够用了 这个一年的经费 每个乡镇才一两千万 农路真的不够了 因为我们农产品运输出来 我们每天都要经过那条农路 一下大雨农路就不通了 之前还看到我们原住民自己找怪手 自己花钱找怪手 把那个路修好 农路的部分我是真的是希望 明年的话 那个扩大振兴经济 四年五千亿 明年就变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这个农路的部分 农水路 你们说只照顾平地的 原住民地区的农路让研民会去管 因为研民会有原乡动脉发展计划 但是啊 主位 原乡动脉发展计划 研民会明年也没有钱了 所以针对我们这个农路 是不是水保级这边啊 明年开始来做我们原住民地区的农路 因为水保级 他们的成效 很不错 工程品质也很好 研民会不是工程单位嘛 只能给相公所做 只能给相公所做 但是相公所做的品质 没有像水保级好啊 在这里我不是肯定水保级的局长啊 真的我是觉得你应该多 多花一点农路的钱给那个水保级 将来可能就是农委会水保级这边来做 原住民地区的农路 好不好 谢谢委员啊 因为 以前 九十年开始啊 就是财政划分 就把这些钱 以前是有的 对 后来就把这些钱交给县政府 县政府统筹去处理以后 他们没有把它纳入优先的项目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嘛 对 所以九十八年到一百年才又编了 这个特别的预算来处理 拜托我们农路全部交给水保级做了 我们那么多的分级在那里 你们的工程人员非常多 就全部不要你交给县政府的话 那个钱都没有了 不管是什么统筹分配 弄到县市长 看原住民的人口数少 根本就那个全部摆在最后 那个是九十年的时候 开始这样子做了 那现在已经都变成县政府 剥给县政府 是不是再重新做修正 这个牵涉到中央跟地方财政分配的问题 第二个 第二个一个是农落 第二个是那个水塔 吸水池啊 我这个立委每次到各个地方 碰到乡亲啊 都跟我说什么水塔五十顿的一百顿的 首先谢谢孔恶元对原住民地区的这个支持啊 尤其对我水保局里面几次都给我们很多指教 那有关水塔的部分我必须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部分最最主要是这样子 以前的时候 以前的时候就是这个公共的水塔 公共的这个序学池 所以政府全百%的来帮他们来做 结果发现问题了 人家在检举了 你公共水塔里面他自己本马围起来 别人不可以用 他自己用 所以变成他没有配合款用 哇什么时候都盖 会常用道德的一种情况 所以这次从7月1号开始 我上次也跟委员报告说 这部分应该有多一点有点配合款 那这样的话他自己本身用了新安理的 对不对 我这所以我我申请了 说我用新安理的 他都不会受到你这个检举的 这个政策还是要检讨了 其实以前以前不是只有补助7万块 那你们现在又规定了 必须要几十户人家 五公顷的土地 这个弄什么水塔 这个条件都有啦 对不对 那我是觉得说应该回复到以前嘛 补助7万块钱 这个他们还要自己花钱来弄 原住民这么辛苦 所以我是说怎么样 这个部分 肯定要好好检讨一下 水塔啊 水塔是每次我碰到碰到最最常碰到的问题 所以我这边是不是请主委这边啊 针对吸水池水塔这个部分啊 要拜托一下了 那最后我针对零物级的部分 那零物级的部分 我要在边要讲讲一个 就是说我们阿里山的森林游乐区啦 阿万大的森林游乐区啦 慢慢从灾后这个附建 但是你们这个管森林游乐区啊 拜托你们要结合我们在地的地方的产业啦 不要说变成一个阿里山森林游乐区 我把那个做好 铁轨做好 安全措施做好 然后只照顾大陆观光客进来 我赚钱 但是问题是有没有我们在地的产业 有没有跟着有没有跟着赚钱 没有啊 我们这些很多森林游乐区啊 在我们山地乡里面 跟原住民是完全没有互动的 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在那里 好像自己在当王一样 跟委员报告我们会 以前都是这样子 要求尽量要跟我们当地的 结合地方的产业吧 不只跟产业 还要跟社区 啊 居民要结合 这是我们啊 社区林业啊 最重要的精神 这一点绝对会做到 所以我这个局长 我是希望你们的生理游乐区啊 你们未来的管理经营的方式 怎么样应该是以在地的思维 先照顾我们在地的地方的产业 而不是说只服务大陆观客啊 哦 自己自己 我这个事业 事业体赚钱 我跟林务局 跟主委报告说 我这个这个事业体赚钱 啊 我有这个很好的绩效 问题是你很好的绩效 你只有对主委负责 没有对我们整个原住民相亲负责吗 对 所有的 在地的相亲 为原住民地区的 森林游乐区的 它的发展 只有跟在地的原住民社区 共同包容区的成长 才能够成功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然后你们也应该要引导那些 搭那个阿里山森林铁路的 那些大陆观客 哦 不是说只有到阿里山 什么日出 应该要结合在地的这些 我们这个原住民的这个 手工艺品店 啊 什么民宿产业 啊 农特产品 啊 茶园 应该要辅导到那个地方去吗 我们会跟相关的 观光局的相关单位来 协调一些 游城的规划 让他能够更深入原住民的社区 来体验原住民的 美 很好的文化 好了 所以我我我说主委啊 我说真的是希望我们农委会啊 还可以帮原住民做很多事情 啊 这个这个部分 我不在这里咨询哦 主委你可能也不知道 这个包围原住民社区啊 跟我们领略发展 这是我们非常重视的 好多的工作啊 包括森林的巡视啊 等等这些原住民都有很大的贡献啊 所以我拜托这个你你管的太多了哈 但是我是希望说哈 我们这个真正来讲哈 我们基层的这些啊 特别是我们原住民啊 以农为生的啊 但是我们都好像享受不到任何什么政策开放的 呃这种好处 好 这个真的要检讨了 好吧 是啊 好 谢谢 灰 绿 谢谢 谢谢 谢谢